之前也有很多朋友問我 如果想帶爸爸媽媽回深圳玩的話 有沒有一些行程可以推介給大家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推介一條 輕鬆一日遊的路線了 我經常都覺得帶爸爸媽媽出去玩 是一件比較高難度的事 一來出去玩 沒理由又吃回香港到處都吃得到的東西 二來他們的口味都是屬於比較清淡 我們平時回深圳玩 吃開的烤魚、酸菜魚之類 似乎又不是太適合他們的口味 話說我們平時吃開的粵菜 是屬於廣東省中部 廣州一帶流傳過來的菜式 而其實廣東省西部 即是斬光一帶的粵西菜 是有特色得來 口味也很接近我們平時吃開的粵菜 所以旅程的第一站 就先帶大家來到這一間 住打粵西菜的餐廳極蒲亭 這裡除了可以吃到 平時在香港好少練腦的粵西菜 譬如茂名撈粉 魚香肉包山 梅鹿炆芋頭 黃波沙薑炒雞等等之外 他的室內裝修環境 亦都是好古色古香 隆隆中國風 一多食物會給你一種 穿越時空的感覺 當然最重要的是 他的CP值是非常之高 但總點評上面的人均消費 都只不過是90元人仔 想來這一間餐廳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 搭凍鐵線去到諾馬州站 過關之後搭六個地鐵站 大約三個字就來到上梅林山 由A出口出來之後 離院會見到這個理想城 這間極浦亭就是他的三樓 而在理想城和地鐵站的中間 其實就是我之前和大家介紹過的 大型商場卓越會 吃飽飽之後就可以在裡面逛逛 有很多適合家不同成員去玩的東西 除了一家大小都適合的戲院之外 還有我媽媽每次去餐 都要入很多貨的大型超級市場 永輝超市 我爸爸很喜歡他的書店 西西佛書店&此涼咖啡 適合女士們的按摩美甲中心 適合年輕人玩的身外遊樂場等等 你甚至可以考慮 給爸爸媽媽度過一個浪漫時光 給他們兩個去騰訊視頻好時光 去看那個好抵抵的私人影院 當然要分頭行動的話 就要先解決怎樣跟他們通訊的問題 所以接下來就要和大家分享一個小提示 CMHK其實有一個適合一家人用的服務計劃 一個計劃包不想SIM卡 月費396元 就可以整家人一起分享20GB本地數據 現在上台還有四大優惠 首先免守月月費 還會送高達5GB主卡庫卡共享的大灣區數據 適合整家人一起不想玩 可以用來在分頭行動時互相聯絡 另外有2400元手機或月費折扣 除了帶爸爸媽媽上去玩之外 也可以趁有優惠買新電話送給他們 現在葵號轉台還免18元行政費 申請完這個計劃之後 回落地不單可以用來互相聯絡 就算爸爸要找路 媽媽乘車的時候要煮劇 女兒要打卡 兒子要打機 全家都有資料用了 在翠宇會到慶完整個下午之後 就要解決晚飯的問題 除了可以在翠宇會裡找食物之外 你也可以選擇去吃附近另一間 同樣都是很適合爸爸媽媽去吃的餐廳 有別於剛才介紹的粵西菜 今次吃的就是粵冬菜 這間餐廳叫做梅林養生雷茶館 顧名思義它最主打的食物 就是源自廣東東部客家地區的雷茶 雷茶其實是將綠茶磨成粉再混水 所以食水有點像日式抹茶 然後加入不同的配料一起吃 據說是有新津紙殼、開胃健脾 清熱解毒、潤膚美容等等的功效 很適合年紀比較大的人吃 另外這間餐廳除了雷茶之外 還有買一些海豐和潮山一帶的小食 而它在大眾殮屏上面的人均消費 更加只是46元而已 真心是非常抵食 好了今集就到這裡 先聽到我們再見 拜拜